李悅奧運中華網球代表隊這次一共有四個人出征 這也是台灣第一次在奧運的網球項目取得最多資格的一次 包括有男子單打的一哥盧彥勳 還有女單一姐謝淑薇以及詹家姐妹花的雙打資格 更重要的是最後也確定了莊佳蓉帶女子雙打的席位 只不過就在中華隊出征之前 因為教練證的問題網坦掀起了波瀾 男子單打部分盧彥勳今年受到傷勢困擾 最後在國際網球總會通知 以受傷前的保護排名79名取得奧運資格 這也是他第四度前進奧運 2004年雅典奧運跟2012年倫敦奧運 盧彥勳都是第一輪止步 2008年北京奧運最經典的 就是在第一輪擊敗英國名將Andy Murray 最後闖進16強 我們披上國家戰袍 大家都對我們有所期待 當然我們也盡可能說把這個壓力化成一個助力 希望說大家可以去尊重 或者是說去替每一個運動員鼓勵吧 不要去拿牌去衡量一個運動員 不是只有拿牌的或拿頸牌的才是運動員 其他人都不是運動員 我覺得大家都是運動員 他們應該感到驕傲 然後國人也要替他們感到驕傲 女子雙打備受期待的 則是詹詠然跟詹皓琴姐妹黨 他們雙打世界排名第六 年初還合力拿了兩座WTA賽事冠軍 積分大躍進 彼此的配合也越來越好 比賽中大家都會有那種輕微的高低起伏 那在那個時候就是扮演搭檔的角色 就是他稍微掉下去我要拉他一下 我稍微掉下去他要拉我一下 所以我們兩個會先說好 就是會比較了解對方在想什麼吧 然後在關鍵的時候溝通 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 當然姐妹配的話 很容易出現的問題是大家會很直接 你就會不言式的就講出來 我們最常在比賽中講的是 現在還不要吵 先打完 先打完要吵等一下再吵 此外 教練的推派一直是網球選手 要為國家出征時最大的爭議 近年來協會也理出辦法解決 仍然無法滿足所有選手的想法 這次謝淑薇最後拒打雙打 也是跟這個問題有關 台灣時間8月4號 謝淑薇再度表態 因為跟奧會副主席之間的 不愉快談話之後 還在臉書上發表 永不再接受國家隊徵招 這番言論再度掀起波瀾 里約奧運的網球項目 將從8月6號進行到8月14號 那麼中華隊能活在比賽之前 讓氣氛更加團結 將是一大考驗